大家好,我是AWIT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使用的开发工具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个好的工具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我喜欢做数学和开发程序编程 我做软件编程的话,主要是做数学方面的 和游戏 对于我的应用来说 主要是桌面应用,桌面程序,Windows 桌面程序,一般来讲我不需要联网,也不需要数据库 那么最好的一个工具,最多是应手的一件兵器 对我来讲就是Delphi Delphi它可以直接生成可识性文件 EXE可识性文件 然后你如果给别人的话也可以分发,很容易 一个小文件很小,几百k到几个几兆吧 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软件吧 这叫Delphi 我是一般用漆 漆这个版本的话比较稳定 而且基本功能也够了 这还是2002或者2003年的产品 都已经快要20年了 但是还是一样好用 我是在1995年 96年或97年时候,接触Delphi第一个产品 Delphi1或Delphi2 后来一直在用它 直到2004年可能是 就是Delphi放下了一段时间 现在呢,最近呢,我又拿起来了 因为我发现做很多得心一手的软件的话 用Delphi就足够用了 而且非常好,速度非常快 我做一些关于数学方面的演示 都可以用Delphi来开发 这点是不错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吧 首先菜单,从菜单上看起 一个是文件,New 可以就生成新的一些应用 或者数据模式 或者一些创体 还有架构 还有一些单元 都可以打开 打开以前的一些文件 打开工程 它是一个Delphi工程的概念 因为工程里呢,有各种资源 各种文件都可以放在一起 集成一个工程 是以前的 存储 关闭 使用单元 这里呢,关闭退出都有 好 下面呢,编辑 编辑里面呢 就是在 ID文件编辑器里面 有些打了字以后 你可以撤销 对了,可以重做 Cut,捡签 拷贝 粘贴 删除 都有 这都是基本功能吧 这些蛮好的 就是可以对 在对齐一些的 比如放了一些空间 这个David非常方便 你只要把这些空间放上去 做那个GUI 界面的话 是非常快捷的 这里呢,这个功能就有了 你可以呢,把它呢 对齐到网格 放到前面 有的 两个东西都叠在一起的话 哪个放在前面 哪个放到后面 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下 是可以的 放前面放后面 对了,把我这个呢 可以放到后面去 比如点这个 Send to back 这个 放到后面去以后 Memo1 放到后面去后 Button1就突出来了 到前面来了 这个控制这个界面 很方便 还尺寸大小 好,你可以设置 同时放大或放小的 缩小的 缩放 嗯 这是Table Order 就是你按Table键 TAB 这个键 它呢 在各个空间之间的切换 切换顺序 可以定义一下子 啊,Question Order 呃,建立一些顺序 Flipper 啊,这是一些翻转 OK Lock 把它锁定住以后 这样就是说 不会移动 不会 呃,你去编进其他一些空间 不会把它影响 啊,搜索功能 也非常全的 搜索 替换 啊,增量搜索 啊,到第几行 Go to line number 啊,这些行号编的 你哪一行 比如要修改的话 要跳到哪一行 呃,或者查错都可以 这些符号 Browse,Browse,Symbol 找一些符号 啊,这里view呢 啊,Project Manager 啊,这就是一些工程的管理 可以看到 工程管理 移出,把一些项目移出工程 加入一些新的,呃,看源代码 加入新的一些工程 啊,加入存在的工程 都有编译 这个编译 下面是呢 啊,这个是键 重新把它全部 重新编译和生成 这个EXC文件 就可以 语法检测 这就指示 检测语法有没有错 啊,清楚这个Catch 啊,编译所有的工程 啊,重新生成所有的编程 呃,工程里面的文件 啊,这个选项 选项,选项里面有些东西 啊,创题 应用,啊,应用这里就是标题 而且这是图标都可以的 你可以用你的自己的图标 啊,这执行文件 比如这个 执行文件以后 就变这样的图标 帮助文件都可以 然后Target file 啊,不是啊 收入文件的 扩展名 编译,编译一些选项 呃,code generation 这优化 一般来讲选上吧,优化 呃,这个站 还有呢,呃,CPU的一个安全 Jeked valve string 这是严格的这个串 变量串 呃,competitive bullying evaluation 就是说在判断语区,依附语区 后面几个条件的话 如果是all的话 是货者的话 他这一个条,第一个条件 如果看满满足 他就决定整个 后面就不进行运算了 不进行检验了 就直接就把条件给满足 或不满足,就快点了 这是完整的 不打勾 就是快速的 拓展语法 啊,就是这种 act的这个操作服务 open parameter 参数 开放参数 这个可以一个大串 可能超过一定指定范围吧 可以指定长度 比256超过 应该是 set number type content 呃,就是 定义的类型 常量 或者定义常量 范围检查 这些数组 数组的话是不超 超出界限了 比如定义速度为100了 才101了 102了 超出有没有 rl就是输入输出 就是 随便上读写文件 他做过检查 一般来讲给他设计 减查吧 刚开始设置就可以检查 以后如果程序 全做完了以后 你要分发的话 你把它去掉 速度可以快一点 嗯 debug 就调试信息 需要调试信息 有这个 有这个debug 打购以后 你程序的话 就可以做调试 后面 在这里还会有介绍 下一个 编译信息 这一般都选上吧 show hint 显示一些提示信息和警告信息都有 各种分类 出售信息都有 好 这里link 连接 把DNA文件 DCU文件 这么一些的 目标文件 连接成一个执行文件 好 这是一般不用重谈 目录 输出目录 在哪里 可以自己定义 单元输出目录 生成的单元文件 它的中间代码 放在哪里 搜索路径 debug source path OK 调试的一些原路径 BPL 它的包 它的包的一个输出路径 ECP的输出路径 以及条件定义 什么条件下 做什么的 这是unit 好 这是一个单元的 一个简单的一个 这个一般不退重它的 Washin information 版本信息 你可以定义这个 包括版本 各种信息 如果不包的话就不打勾 这可以更加详细 你可以控制版本 这个1.0版 2.0版本 要做些什么修改 讲清理清楚 不同的 真诚的EXT文件 执行文件 它是不同的版本 好 这是包 包我也把它解化掉了 我把很多不用的包 我都去掉了 这里可以添加包 添加包 也可以去除一些包 对 最后呢 其实就是一个sample 和一个standard components 这两个就够了 这是组件 我们稍微看 这面板上有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这是这个 下面一个呢 Option有了 运行 好 运行以后 attached to process 添加到一个进程里 不用debug 运行 不需要debug 运行 这样可以快一些 参数 可以加一些参数 放进去 运行之前 可以加什么参数 好 这里呢就是调试用的 step over 就是说 如果这是一个可以调音的什么 它跳过去了 就直接把指引结束 tracing to 就碰到任何一些过程 或者一些细节 它全进入代码的内部 内部看更细的 它过程不会跳过 进入过程的内部 或者函数的内部 tracing to next source line 就直接调试到下一个 下一行代码 就这光标的处 调试光标处 它停在了 然后呢 下一条 圆代码 比如这次一条圆代码 这次下一条圆代码 你调试到下一条 这样 下面就是调试光标处 evaluate 这是 调试的时候 看 我里面运行的值 是多少 可以 打入一个表达试 或者能修改 修改里面运行的值 可以看程序有些什么 输出效果 ad watch 添加这个 监测 监测这个里面的变量 变量的值 加入断点 可以 加入断点 可以直接点也能 断点都可以 断点 对 这加断点 也可以在这里设置 好 我这个设定应该bookmark 这个是bookmark 就可以直接跳到这来 后面还会有 设计 环境 环境参数 好 是不是自动存储 这个编辑的文件 以及工程 好 自动托放 Docking 这是一个 显示这个编辑过程 警告 这里都有 Design设计的时候 是不是对齐到这个 网格 Stable网格 就是4 编辑 修component caption 显示这个 组件的 这个 标题提示 标题是 显示设计的时候 它的一个隐含信息 提示信息 扩展控制 好 这是可以调那个编辑器 浏览器 编辑器 编辑器里面的颜色 可以调各种颜色 这样的话看得更加醒目一点 这里都有选项 pilot 这也是 这是组件上 放哪些组件你需要的 还有顺序 什么都可以调整 哪个 哪个上面 大面板上 里面放哪些小组件 都可以折制 好 这里还有一个库 库文件的这个目录 放在哪里的 有些需要你自己添加你自己的库的话 你可以添加新的路径 这是这个 这个边是 应该是这里的浏览 还是什么 可以浏览一些 你各种的一些参数 变量 等等一些过程 都可以看得到 这里可以选中 在浏览的时候 类型库 这类型库 选中这些 这一般不中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用来修改的话在这里 好 下面还有什么 编辑选项 编辑选项 这里有插入模式 光标通过这个 type键 分组 一组可以做undo 回复 然后自动 完成 自动找 这个走不串 存盘以后还可以undo 还可以重新恢复 这些功能可以看一下 override block 直接在光标处 写那些汉字 不是那些文字 你可以搜索之后 点搜索以后 直接把光标处的文字 直接放入搜索框 underline end ok 好 原代码选项 原代码 Pascal 只要可以选项其他的 就可以 好 扩展名 是吧 直动缩进 嗯 什么table table table可以转换成空格 什么些 优化 填充 都有 与法 好 显示 我显示边缘的 边缘的宽度 而且是字体 字体大小 我觉得字体太小 看不清楚可以调大 我原来好像12还是10 我调的是稍微大一点 看得清楚点 好 这是键的 按着键的这个快捷键 一些对应的东西 颜色啊 这也是调颜色的地方 也可以 写体 什么 字体啊 什么状态 default 缺审的 你可以选其他的 code code insights ok 就自动完成代码 你一定要敲 呃 一个语句的前几个字母 它就直接把后面的 弹出一个下拉框 里面可以选中你想要的 这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好 还有什么 debug debug 调试的时候还有些 选项 这里都可以把它填进去 一般 一般不动也没关系 语言 调试 os acception 下面还有什么 这个还是面板上的一些东西 对了 图件上的一些东西 config tool 我这装了一个image editor 我只装了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说编进一些图标吧 不要有用的小工具 做图标 没有它也行 用其他图像编进软件也可以做到 好 这里是一个新装的一个CM pack 这个还是推荐大家装一下 不错的 这是一个 华人开发的一个免费的一个 delphi扩展包 扩展功能 它提供了好多新的功能 呃 代码工具 看到没有 它加了很多功能 ask ma 切换的 这些都有 pervice 将不出一个 它使那个delphi功能大了加强吧 信息框 你要收信息框的话 它是一个weather的吧 可以一步一步把你生成 怎么怎么做这个massive box 加入各种参数 bookmark的浏览 添加哪些 这个 代码里面的一些标签 你可以直接到标签 可以替换在文件里 原代码比较 还可以比较统计 呃 纠正属性corrector 还有project enhance 增强的一个工程功能 这里呢 cowman的注释的 epointment 很好 有一个叫什么 格式化代码 我比较喜欢的也是 procedure list 那些过程可以列出来 讲完清楚点 id增强就是 编辑的这个窗口的增强功能 加了很多 而设置 script 这就是我说的代码 可以有些时候你打代码 如果是很不标准的话 空格啊 怎么回事 这个打的比较乱的话 你用这个 自动帮你 生成这个格式化 把代码格式化 说进啊 对齐啊 都有知道吧 这选项语言 可以选择中文也可以 都可以 就选择中文 英文 窗口 这些窗口 还有 这个object inspector 就是各种属性 空间的一些属性 在左边都可以修改 查看和修改都可以的 还有object tree view 好 好 这些就是说 这些主机在这个整个窗体里有哪些 那就可以通过这个点击 也能够找到 当然你通过这个也可以找到 都可以 方法很多的 好 这个多了几个 我因为切完刀的窗体 这个就圆了 好 单元呢 单元编辑器啊 提完过来 然后编辑器 好 新窗口 好 最后一个帮助 帮助也很方便 你在写代码时候 如果碰到任何问题的话 你直接按个F1 按个F1 它就会跳到这一段的帮助 很方便 就是对应的 你可以找一些历程啊 代码啊都可以的 这里还可以搜索 很方便 好 这个菜单奖 我们再看这个 呃 面板上吧 面板上去按钮吧 这些东西对应于菜单里的功能都有了 我就想这里比较重点一些 这里呢 就是做一些空间 它的 Delphi通过这些空间 大大增强你的 呃 呃 编程的 编程的能力 功能 提供很多功能 比如说你这个 放上去以后 这个 这个相当于是按钮 你通过按钮呢 可以有些 它有些各种属性 还有各种事件 比如你单击它 就 然后单击以后发生什么事件 你可以在这里面 就可以写代码 实现一些它的功能 啊 也可以调整它的 比如说这里有调整字体啊 都有 字体可以调整 方大缩小 都可以 啊 自己放大一点 然后文字内容呢 也可以 文字内容也可以 caption 这就是内容啊 对 你好 都可以 好吗 这个是很方便的 这属性 大家可以自己琢磨一下子 我这简单看啊 这个 Win32 已经有不少空间 这些空间的基本上也够用了 我把它简化掉了 其他一些数据库呢 网络功能都不用了 啊 这里一个sample也不错 他做了一些例子 很好的 啊 这是那个 进入条 对了 进入条 调设的 都可以 商下选择 台单里选择 还有日历 还有数 啊 确定 文件结构 可以看到的 对了 很好的 好 基本上 把基本功能 给大家讲了一下子 好吧 呃 一件寸手的兵器 对于你 呃 斩腰出魔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呢 一直在用这个 这套工具 也开发了很多软件 非常方便 数学的 游戏的 都可以 好 希望大家能用起来 这次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